題目以致多項式可以被x-1整除 這句含意 即是跟你說 當被除式x次加x加k 除以x-1的時候 這個餘數 就會等於0 因為整除意思是說餘數等於0 怎樣用到餘式定理呢 餘數就等於把你的鹹數代入一個適當的x 什麼為之適當呢 就是令除式等於0 所以我們這次x-1的情況 我們會放x等於1進去 告訴你結果是0 我們就建立了一條有k的等式 1加1加k等於0 k等於-2 當你已經知道k是-2的時候 即是一個多項式 就是x2次加x再減2 題目就問你 當這個被除式 除以x加2的時候的餘數 所以就寫回當 當然你除不同的東西 就會出到不同的餘數 就是x加2時的餘數 餘數呢 就是等於剛才說過 是把一個適當的x進去 所以先把x轉為括號 讓它為之適當 就是令除式等於0 即是當x等於-2的時候 然後它就會出到一個餘數 所以餘數是0 其實x2次加x-2 也是可以整除的 只是這一題 有一個特別的情況 就是你可以因式分解它 本身就是x加2乘以x-1 所以無論你除除x加2還是x-1 都可以整除的 都是沒有餘數的 只是說這一題 這個情況比較特殊 大部份的情況 你除不同的東西 很大機會的餘數 都是不一樣的